张辽心之肚明 关羽和若一流战将庞德在相反之战时大成平手 为何却可以一招秒杀万人敌大将炎梁 在三国有一句打游诗 世人也是用这首打游诗来给三国24名将的武力值做了排名 一律二兆三点为四关五马六张飞 此乃是打游诗的上半部分 而打游诗的后半部分却是这样写的 神枪张秀宇文言 虽永无奈命太悲 在打游诗的后半部分一共提到了三个大将 神枪张秀 然后就是炎梁和文丑 为何要提到他们三人呢 虽永无奈命太悲 这句话或许成了关键 从虽永无奈命太悲 这句诗中便可以知道 炎梁 文丑 还有张秀 他们三人皆是武力之不俗 只不过他们的命运太过悲惨 并且夹着着许多无奈 就像张秀一般 虽然投奔曹操 而炎梁则死于关羽之手 而且炎梁作为袁绍上将 其武艺和能力早就已经被世人所认可 然而竟然一招被关羽秒杀 试问 对于炎梁来说是不是太过尴尬 白马之战时 炎梁到底是如何输给关羽的 公元200年 袁绍派遣大将郭徒 淳于琼 炎梁敬为白马 攻打东郡太守刘延 曹操得知白马有急 于是火速率军支援白马 面对炎梁之勇 曹操和谋士寻忧在慎重分析之后 打算率军先洋装在炎金渡河 做出一副假装要截断援军后路的样子 引诱袁绍分兵 最后再由曹操亲自带队率领虎抱起攻打白马 如此一来便打了白马一个措手不及 而袁绍果然中计 下令让大将郭徒 淳于琼率军向西 向炎金救援 如此一来 白马就只剩下炎梁 曹操为了试探炎梁 虚实首先让此前吕不仗下大将宋献和魏续去和炎梁交战 只不过宋献和魏续军挡不住炎梁三个回合的进攻 便直接领了和饭 随后曹魏大将徐晃和炎梁单挑 只不过徐晃在和炎梁对战二十个回合之后明显力不从心 曹操担心有失 因此明进受兵 从宋献和魏续还有曹魏大将徐晃和炎梁的对战情况来看 足以证明炎梁武艺力之强悍 而曹操为了一举将炎梁打败便请关羽上了前线 同时派遣张辽为先锋吸引炎梁注意力 而关羽则在张辽之后 在史料三国治五帝级之中明确记载 攻来引军奸行去白马 位置十余里 梁大经 来逆战 使张辽 关羽前登 击破 斩梁 看看这就是曹操当时的战略 率先让张辽在前 张辽在当时来说已经是一名合格的战将 其名气远在关羽之上 因此炎梁对张辽也是相对忌惮的 而对于关羽这个白身似乎就没那么在意了 而关羽呢 恰好利用他白身的身份 趁炎梁不备 直接一招将炎梁秒杀 在史料三国治关羽传之中记载 与望剑梁挥盖 策马赐梁于万众之中 斩其手环 从史料记载来看 关羽和炎梁二人是互不相识的 如若不然 关二爷当时也不用去寻找炎梁的挥盖 在关羽找到目标之后 便是接下来的四个字 策瓦刺梁 要知道当时关羽的做起 是曹操刚刚赠送的赤土宝马 速度极快 再者关羽当时用了一个动作 那就是刺 说明关羽当时压根就不是用 他的青龙眼月刀来斩杀炎梁的 最大可能就是利用随身配件将炎梁刺死的 而当时关羽斩杀炎梁的实际情况 当时作为关羽先锋大将的张辽 他可以说是一清二楚 相反之战时 关羽和若一流战将旁得打成平手 公元219年 关羽发动相反之战 曹仁被关羽牵制 只能死守 曹操火速派遣于晋为主将 庞德为先锋大将率军三万余人支援曹仁 然而主将于晋来到阵前 却不敢主动挑战关羽 只不过庞德却让兵士台关决战 由此一来 关羽被庞德的行为彻底激怒 而当时庞德呢 他的情况也是非常特殊 投奔曹操将近五年 寸功未利 加之当时庞德的家小仍然在许多 因此对于庞德来说 他可不愿意为了狗活去投奔刘备 和此前的救主马超共事 因此只有打败关羽这一条路 对于庞德来说才是最好的选择 要么败 要么以神殉国 有了这个基础前提 庞德这才让兵士们抬关和关羽死战 关羽为了教训庞德 庞德为了斩杀关羽 因此二人根本没有留守的余地 再者 关羽和庞德二人均是正面交手 庞德乃是之前马超的副将 西梁知名汉将 武力之出色 综合来说算得上是若一流战将 有实力和关羽一战 而关羽当时已经成名三十余年 面对庞德台关决战 关二爷也没多余废话 而是让旁边的周苍 直接将青龙掩月刀递了过去 随后关二爷飞马杀向庞德 庞德也抖擞精神和关羽大战起来 关羽守回青龙掩月刀 庞德则舞动长刀 二人大战一百余回合不分胜负 当时关羽略战优势 只不过于静害怕庞德立了功绩 因此明镜受兵 随后关羽和庞德第二次交手 关羽本打算使用拖刀剂 将庞德斩于马下 只不过庞德比关羽更想打赢 就在二人交手武士回合之后 庞德便洋装败退 关羽虽然追了上去 但是被庞德的利剑所伤 在关羽被射伤之后 二人的交战也随之结束 从关羽和庞德的交战来看 关羽虽然年近六十 但是在武力之方面还是要强于庞德 只不过庞德是在和关羽玩命 而关羽面对庞德也并没有占到优势 最终反而被庞德所伤 而正是中了庞德的利剑 这才导致后面和徐晃对战之士败下阵来 如果关羽和严良正面对决 谁会赢 提到严良和关羽对决这个话题 如果双方在公平对等的情况之下大战 到底谁会赢呢 为了搞清楚答案 首先必须要将关羽和严良的武艺进行综合分析 严良和关羽皆是出生于公元160年 因此在体力之方面二人可谓是平分秋色 而关羽的武器乃是一把青龙掩月刀 重达82斤 而严良同样是使用大刀作为武器 在重量方面略轻于关羽 因此如果长时间交手 严良占据体力上的优势 只不过在前面30个回合之内 关羽杀伤力极大 但从严良20回合打败徐晃的实战案例来看 严良有足够的实力可以扛住关羽30个回合的进攻 而在整体武力之方面 关羽当时的实战经验实际上是要低于严良的 因此如果在公平对决之下 关羽绝对占不到严良任何优势 如果二人死战 相信最终会是两败俱伤 如果关羽发挥失场 恐怕还会被严良所斩 若非如此 当时张辽面对文丑之时还特意提醒关羽 云长兄 此人武功了得 要小心 更何况严良武艺要在文丑之上 对于此各位看官朋友如何看待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